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混乱方是珍宝和 对男方是紫禁城 双方都是选择上了这么一套 大团圣灵的女儿国标 都是开了一把阴阵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咱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速度吧 双方黄悬之息 在这抓速度 就目前而言的话 混乱方是有物理系的速度 就只有物理系的速度 剩下的都在对面 不过这个速度问题还得看后续 后续双方把这 流云凝制全部补完了以后 才能真正的确定下来一把岁月 你就像这回合混乱方就有速度 而对男方鸟村现在连宝宝都没有 感觉宝宝还是得补一盒吧 不出宝宝以后 对面鸟村应该是 可以拿到一速 哎呦这一波横扫千军来压 关掉方的沈木林 而关掉方这波是横扫千军 来压对战方的大藤关 对面大藤本身他就是一个尸体单位 上线还没有恢复过来 对面法系有速度 但是又163清三叠直接带走 那关掉方神木倒不倒地 还得看前排的宝宝 121没有破掉163 壁垒再出一个163 还有一下成功的将关掉方神木 也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都也能接受吧 毕竟现在RT7回合都不能延长 都不能延长 刘云爵再补给大藤 再轻轻宝宝 私有神香再控 这回美宫中 看一下对面化生死 这个人心 一层的人心 那这个救大藤是很有问题的 这个人心太少了 这个大藤不太好救起来 轻易三叠 神幽 大藤毕竟还需要一定的血线 还有一个侵蚀的问题 谁先出侵蚀 谁也可能拿到场上的一个主动去 这些都是有可能 来 女儿车 先控一下对战方的女儿 化生死一火 两千八 威力严重 宝宝还得毒俩药呢 黄泉之息 继续抓女儿侧 宁志硕还得丢 再抢法系的速度 啥速度也得抢 这年头就这个样子 女儿车 再控地斧 放一手点杀 对战方想的 是没关战方 多一个神马宝宝吗 满天飘出来 对面化生死 这边的 三层的人性 但是大唐再一次被点杀 这不容易 这上线回不上去 永远缺个大唐 这个你咋打 每分钟 看一下这波 关战方 还要不要继续点杀 单神 单神木 点谁啊 出个地厅 先牵制一下 牵制一下 那下回合就可以点了 下回合大唐正好 也休息结束了 又有一个地厅 对战方 还有一个大唐 尸体单位 可以用地厅去亲亲宝宝 然后人物去完成点杀 就够了 对面 你还要是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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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爵 再补一手 关战狂女儿 暂时是有疑速了 王全之西继续抓 对战狂卡着 关战回速 没办法 国标打国标 这个速度还是要抢的 尤其是同振法的情况下 你如果开个虎阵 因为现在打国标 开虎阵的也比较多 大家都见过了 你要开虎阵没有速度 就没有 但开 开阴阵没有速度 很难受的 攻地厅 将法防先清掉一个 再换一个地厅 挤牙膏 就疯狂的拿地厅牵制 小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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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牧的护盾 现在也没了 但沈牧 你身上是有婚姻 有婚姻 你还真不好点 他可能在解除婚姻的时候 把你的血 是吧 小嫂给你解掉 那关战方黄泉之西 继续抓速 稳定自己的一速 或许 还是以青宝宝为主 出发 或许 那蜂犬之息继续抓速度 关长蜂这边也算是一直做了自己点杀的欲望 地听出来主要是以轻薄波为止 蜂犬残云 大蜂这个时候也可以站起来 对面大蜂站起来以后 队长蜂就得反点关长蜂了 那不能一直让关长蜂压这个大蜂压了一辈子 从开场地回合一直压到现在 站起来没两回合就被点死了 没过两回合就被点死了 那这个时候关长蜂守了一波大蜂关府的尸体 神木这边触发侵蚀 好像有侵蚀这不点说不过去了 给地图来一把水清 队长蜂也是一把水清保下自己的神木 这你这小死亡就不太好挂了 小死亡不太好挂 黄泉之息 队长蜂抓物理的速度 小死亡 有水清 抗风 本嫂千军两千九 开刀还要什么侵蚀的神木呀 大蜂差点给通齐了 163站得稳 哎呀这 把163好像破完了吧 出了四次163 但最后还是倒地 索性啊 这把水清给的到位 这把水清给的太到位 赶紧控一下 花城市在火 队长蜂现在能反点了 能反点了 神木铃拉起来就可以直接抽的 大堂的血线现在还不错了 对面掀起了一把风 宝格这边还是处在一个主动进攻的阶段 又把神木的尸体给守住了 这个归宿善恶 也不是太鬼 你看对战方的四号位啊 是要比 关战方宝宝速度更慢的 可能四号位血量太残了 或者是四号位手里 没没没没没久转了 小死亡队长风起个风 想要拿一把点杀 哇真是在活满血 巨剑 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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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见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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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敢扫 那这个其实就 很不舒服了 因为巨剑点的话 伤害不够 1.0元的巨剑 你伤害是不够的 不明白了 不明白 对面女儿 首先她打针了 就关着回女儿村的命中率 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打完针以后 女儿村命中率要下降的 所以说 她应该不是很惧怕 女儿村的封印 那你起封了以后 你大堂也是有 无理系的速度的 对吧 你肯定就不怕 关着方大堂压血线嘛 对面大堂有速度呀 起封了 起封了 所以不怕大堂压血线 也是可以扫出去的 嗯 不懂 那这波点杀没有成功 那关着方反手 就把对那方的大堂 压到在地 那打针给女儿村 快乐皇帝府要延长了 黄泉之息 在抓无理系的速度 一把延长扔出去 现在宝哥这边的优势 还是蛮大的 20多回合点死个人 其实很伤的 它跟前期那种 4-5回合点死人 它不一样 现在主要是 手里的灵源也有点了 再加上马上就是24回合 3.0远的话 就可以出整批整批的地厅了 就那种威慑力 跟前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4.0远的话 5.0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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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個攻的 然後再補一個出來 天防禦啊 這手防點殺做的也太到位 但沒想到冠戰狐沒扁 你如果冠戰狐不點殺 你也不能一直點防禦 那還玩不玩呢 所以說這種點對戰狐的心理壓迫感是太強了 你也不能一直點防禦啊 那觀察狐可能慢慢親你寶寶 你什麼一直點防禦 五回合不點你點五回合防禦 不合適啊不合適 看一下什麼理想啊 這回合出寶寶了 沒有再點防禦 現在點一次差不多了 賭對了就賭 賭不對也就不能再點 再點虧得太多 那寶哥這邊出地廳 也不為別的 就是為親一親寶寶 出了大概有五個地廳了 前期出個倆 這又出了三個 那又出了兩個啊 出了四個地點 都是就為親寶寶 第五個又出來了 沒有過多的想法 也不做過多的投資 就是親你的寶寶 笑裡藏刀 對戰風再扔一把尺 小爽這回冠戰風要點 對面 這回當然也不可能點防禦了 直接空切掉啊 因為前邊的冠戰風的點殺 就那次沒掛住小爽對面水清了以後 前面小爽點殺 已經是把對戰風 神木靈的163個全給打出來了 所以現在點起來也比較的方便 二十四回合 有了新的林園 冠戰風這邊可以延長對面神木 但這個時候對戰風大棚可以拉起來 對面女兒也換一個地廳 冠戰風要不要延長呢 出地廳了 兩個 又是到了拼地廳的時候 現在啊 他們好能打比賽 打到後期就拼地廳 大棚這個時候出發了一把輕蝕 提前打針給地 戰敵夾起來 兩個地廳對面就不好防了 一個地廳還好操作一點 兩個地廳是真不好防 困難的話還有一個高速的 先把對戰風的地廳清掉 保證自己的三號位地廳 可以順利的出手 但小死亡沒化中 這波點殺應該是成功 就小死亡的問題 直接再一次空切 關照萬象 咬鈴薺 咬鈴薺 一個女兒村 兩個女兒村 也沒了吧 這女兒村肯定也沒了呀 而 杨尘倒地 华尘射 你别把华尘射给瞄死了 对面地府的血量 也不多了 再来把效力藏刀 什么那一秒一秒 观战方还可以接着补地厅吗 接着把地厅补一补 观战方这个时候还是盖了一把罗汉 再来把金旗豪文啊 这么大优势啊 罗汉金旗一个不拉 不给对面一丝的机会 这个时候 对面大藤起分鸟站起来可以偷酒 先来一把金旗 看看对面能不能反点 能不能反点一手 那观战方也没有继续补地厅了 而是选择换了一些比较普通的宝宝 又带了一个孩子出来 突然把这个节奏给缓了一下 点了一手暂停 女儿 再来一把金旗 看来宝格的风格 就是还要一个一个接着点 然后重新去点 然后重新去点 罗汉金旗都有 观战方又来一把金旗 孩子刚出打 岁月强控控制恢复 风剑残云 俄宝败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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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还有一点灵源 其实还是可以给观战方地府打一阵的 降低一下地府这个小索的民主率嘛 然后等到32回合又有一点灵源 又可以打一阵 只不过是这个消耗算大了一些 但暂时可以给对面争取一些缓和的空间 就女儿浪费自己2点灵源了 给自己争取一些空间 那这波地府是中了无魂 小索没弄挂出来 就宝败出地厅出的突然就急刹车了 然后就不出了 这也是最近几天咱们看宝败的比赛 老出现了一个问题 小死亡 这是什么意思 小死亡去挂了某一个尸体点 不是大堂就是神木 不是大堂就是神木 看着样子应该是神木灵 看着样子应该是神木 所以小死亡是挂歪了 搞了一手预判点杀 想来一个低成本高收益 地府再保一下 这让风果然提前给关了风 地府来了一阵 小死亡 顶着箱子还真 可以挂中了呀 三点离月的巨剑 9500 再来一个风卷残云 然后砸 砸孩子应该是砸的对战方的神木灵 守神木灵的尸体 怕对战方用孩子去拉起神木 这孩子应该是守肢体 那这样的话 关了个孩子速度快了 速度快了 那这样的话 比赛结束了呀 你没有女儿村了 也没法打了 尺子一人 尸体他们有点太多了 话真是根本忙不过来 还得提湖保地府 对面还想来一手反点杀 这波小死亡是没有挂中 来对面 小死亡反点杀关了风的女儿村 关了万象 拉起大刀 还有一把巨剑 对面也是一个三点离月的巨剑 然后神木灵还能配合一把单抽 两层的风灵的金桔 感觉关了风女儿村应该是可以死掉的 差不多 前提是神木灵得能出手 神木灵出不了手可点不死 神木灵哥哥 神木灵哥哥倒地了 对战方强拉起来 落叶萧萧再给秒死 这就很尴尬 这个这个就很尴尬 对面二号位孩子 再救起大方可以斩一剑 差不多 二号位孩子 救起大方 斩一剑 九千三 就差神木灵那点上台 就差神木灵那点上台 但就是 就差一丢丢的 神木灵没秒出来 对战方也强拉了 但是那个宝宝比关战方什么灵速度还快呢 就差一寸呢 那打到现在 比赛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说下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整场比赛 对战方也没有完成过几次点杀 说白了就对战方即使点杀欲望也没死 也没有那么强 就现在啊 现在国标咱们看过了也都知道 现在很多时候都得硬着头几点 就就就愣点啊 就点死点不死不重要 你得点 就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你不能等到自己状态好得差不多 你再点 没有好得差不多的时候 根本就不存在 就有点 有点感觉 差不多就点了 就得了 不能想太多 越防守 现在是越掠势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战敌 别再加 关照外向 关照外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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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真 balle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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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